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树门与天师门也有许多年不曾往来 没想到 尽管即便吧 算算算算 这虽然是个苦差事 但总比手艺好 得那套凶兽 上古神灵兽 既是神灵兽 怎会到人间作乱 西渠因袭绕神术的古丁焰 背叛求于大荒天余 后悦有死到 据说 各地出现的凶兽身上 也都有犯字烙印 难道说 主阁边被精灵找老下山了 对了 他身上的那股黑气又是什么 看着有些阴似 不像是神灵兽应有的 的确不寻常 西渠秉性虽暴躁 但若不招惹于他 亦不会捉弱 不伤人 难道是他在人间遭遇过什么 不过西渠已尽 眼下应该无法查证 下位我也该求遇见之父 上神 月姑娘 容我引荐 这两位 是本门执名长老 兼兵长老 嗯 明术门月清书 见过二位长老 掌门已将来龙去脉 告之于我们 情世内祥谈 上神请 月姑娘也请 月姑娘同上神关系匪浅 那就是我天师门的上宾 这是误会 昨夜 她在明术门同一个女人战斗 后来凶兽出现 她救了我 仅此而已 女人 天魔中的魔女 她当时要攻击神尊将神的孩子 神子 在明术门 昨日我击退了一只巨鹰 救了小秋 当时她颇为害怕 我便留她过夜 看来那魔女潜入门派后 又幻化成巨鹰 遇走神子 幸而有惊无险 幸而有惊无险 先入座再说吧 上神 敖须神尊既已施下 就请您援助天师们 您亦不得离开我 上神 就算你救过我 也不该如此轻浮梦了 月姑娘 上神伤重宾威之际 因机缘和你结尾共生 需在你身旁 方能维持力量 怎么会 我与她萍水相逢 既无交集 何谈结尾共生 你有 你 你是 那颗果子 这 平派无故咬了它 不对 我咬的是果子 月姑娘 近年来 人间突然出现了诸多凶兽 其实正是天魔众暗中操作 现在能击败凶兽的 唯有上神 月姑娘身为上神的共生者 还望连续苍生 相助天师们 上神是御敌之重要力量 为确保上神实力不受治骨 还请月姑娘 留在天师门 掌门放心 明术门和天师门 锦衣山之隔 若生变故 我玄疾赶来持缘 月姑娘 我知道 两家门派有些芥蒂 但那都是祖师爷那辈的事了 孟章掌门 门派纠葛已远 我从未在意 我要回去 至少爷爷需我照顾 好吧 那便请令祖父 一定要住在天师门呢 你 这什么共生法术 我们真的不能离得太远吗 难办 真的要留在这里 爷爷虽可自理 但时日长了总是不妥 但凶兽和天魔重视大事 爷爷那边 请彭大叔帮忙照开一下的话 我跟你走 尚神 只要能完成任务 我待在哪里无所谓 闸门师兄 神子他 说吧 这里没外人 神子苏醒后大吵大闹 非要找月姐姐不可 小秋 既如此 岳姑娘 还请同我去见神子 师兄 神子安全至关重要 外人接触 我不是说了吗 此间没有外人 请随我来 孟章掌门 似乎早已对天魔入侵一世之情 但千百年来 魔族作乱都是一等一的大事 您缘何觅而不宣 非天师们刻意隐瞒 七年前 凶兽作乱 各大门派均束手无策 所幸 神子下界 神尊得以神将 传授我等神族数法 人间才得以喘息 但彼时 神尊尚无法查明凶兽来历 我等不知其根源很是悲 神子平日 居于高塔 就是为了隐秘行踪 抱其周全 怪不得小秋叔 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身份原来如此重要 近日神尊 终于查明天魔之存在 所以他是受神界指派去铲除天魔中 不过却失败了 才到了人间 或许发觉到了神尊所为 天魔才激进行尸 这一次 他们用计不成 下一次怕是要大举进犯 强夺神子 神圆塔 神圆塔 是天师们守护神子的重点 那么小的孩子 竟然一人生活在这高塔里 神浅 神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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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塔的门竟如此严密繁琐 说是守护 却和囚禁无异 姐姐 你来了 我和巧琳来看你了 现在应该没有被俯身 脸色也好一些了 我醒来后就带天师门了 那个伤害爷爷的坏蛋抓到了吗 爷爷的伤好了吗 我找不到你们担心了好久 爷爷已经没事了 真多亏了你 我一个人在塔里好寂寞 还想再去你家玩 神子 不可 好 如果你有机会来 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神子 今日神尊神将 你也累了吧 还是早些休息吧 要是他不让我去 那我就再让大老阴带我飞出去玩 只要他飞低些 我就不那么害怕了 神子 我听见了 那巨婴是魔女派来迷惑你 将你掠走的 我会加固门派的结界 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孟章 你真坏 我再也不理你 今日神子过于劳累 需要多休息调养 林光 等一下吩咐厨房 多准备一些滋补药膳 为神子进步 是 姐姐 你要走了 你好好休息 有机会的话 我再来看你 好吗 好 神子 我们回房吧 掌门 这般守护方式行通求见 至此如何能承受 此乃迫不得已 如你所见 天魔众寄予神子 甚至已将他掳走一次 此他 乃我天师门法阵中心 是结界防护最强所在 唯有此处最安全 月姑娘 他当真不留在天师门 令祖父也可以一起住下 爷爷对天师门成奸不小 以他的个性 来了这里怕是要炒翻天 那就有劳月姑娘照料赏神了 明书门里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 招待你 会不会有些不太方便 那里灵气充裕 并无不同 我是说 算了 先回去吧 能出去逛逛就好了 冯妙必除 真的对吗 你那些遇见的地点多威风啊 今日竟能倾度神族降临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小秋是天师门侍奉的神子 那他也是来自神界的 你可回来了 他是 爷爷您听我说 竟然有此等其时啊 这里是他要的 够了够了 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件事 小秋是神子 这么说 黄皮子欠我们一份大恩哪 请问上神尊号是 我叫修无 修无上神 为民除害大英雄 老夫敬你一杯 你真的打算留在我们这儿吗 势必如此 既然你都留下来了 不如就加入我明术门吧 弃暗投明 他们天师门有神子 难道我们明术门 就不能有神人吗 怎么样 当不当明术门的弟子 不当的话 就不许留下来 好 好好好 好啊 从今天起 修无上神 就是明术门的弟子了 听说啊 好 待会儿 收拾一间房间给修无 修无 修无啊 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下来啊 我们这儿清静 不像天师们那边 人多 人多 闹腾 之后不早了啊 我去躺一会儿 你们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好 跟我来 我带你去住的地方 方才爷爷那些都是玩笑话 你不必当真 我已应允 你可要想清楚了 若是加入我明术门 按江湖规矩 你得称我爷爷为掌门 称我为师姐 所以爷爷说的那些你不必 师姐 当真 可是 你归为神族 生灵无高地贵贱 既然是规矩 我自当遵循 他看起来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那明术门 岂不真的有神族弟子了 师姐 这是我的房间 是的 若有不便之处请告诉我 我就住在主殿西侧 你 你用这个擦擦脖子的伤痕 你咬的伤痕 对 你快用药膏涂一下 这个是伤和屈八很管用的 然后 不要再和别人说这个伤口的来历了 自从爹娘去世 这间屋子就一直空置着 还好我经常打扫 才能这么快就收拾出个像样的弟子房来 爷爷也真是的 越来越孩子气 一夜没睡好 竟起晚了 爷爷一时兴起 收他做弟子 而他竟然答应了 所以 我的确是有师弟了 还是个神族 好啊 你怎么 这是啊 我看他身材和你爹相近 就给他换上试试 怎么样 很有风采吧 可见 现在修无与我明术门确实有缘呐 这是我爹的衣服 我没见过 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 是你娘亲自给你爹做的 只可惜呀 你爹还没穿过我旧 我爹做的 我爹れて 我爹地 我爹地 也想把你爹做了 不 我爹地 你爹地 你爹要看我爹地 第一天 这柄宝剑 就作为剑面礼赠予你 此剑名青天剑 和青叔继承的碧海剑 是我名书们 朕派雌雄剑 虽然比不上 你失去的春姿神剑 但若二人齐心协力 双剑刚柔并济 服役御灵之力 威力亦是不凡哪 谢掌门 好啊 以后名书们 就指望你们了 对了 师姐 你看这个伤口 已经全无痕迹了 多谢你的药膏 我不是让你别再说 说这个了吗 我并未提及伤口的来历 这件事就此翻篇 以后不要再 是天使们 想起我危险 小灵 还是多加小心 天色变得好诡异 天使们发生了什么 神尊神教 应是天魔众以献身 那些弟子都受了重伤 速至深渊塔 速至深渊塔 深渊塔怎么会 小秋 前有强敌 莫乱心神 小夏 尼封 神尊神 神尊神 强敌 尊神 往来 心尊 aware 神尊神 死的 只能有神尊 真是尊神 却是独猎 串子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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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神子 根本哈哈 师姐最后 不是他的断胜 因为已经共生之术 线下不能分离 这是神祖的力量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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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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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 1 3 2 本尊赐予你们神剧之力 修理听令 阿虾魁梦 感觉全身灵力 钱不会有的澎湃 传孙虚世间催动杀战 将其一举减 只能拖住天魔 先不动重塑战法 我们拖住天魔的死 好 众位长老 专利维持接近 是 众尚 不要 放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休无退下 快 快 快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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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是否无碍 没事 我没受伤 帝兵掌门 此一我天师门重伤弟子继三十七人 其余弟子亦多有负伤 若要恢复元气 怕是需要些时日 天魔罪大恶极 他日必遭天道成见 师祖保佑 幸无弟子丧命 掌门师兄 神圆塔数损严重 神子应如何安置 是否要立即抢修 担切不必 我另有安排 林光师妹 你带还能行动的弟子立即下山 传先蒙令与各大门派 请他们速来天师门 举行先蒙大会 掌门 你是想 神子与天魔众之事 该公之于众了 是 之前希望月姑娘 能与上神留在天师门 如今看来 是奢望了 除魔未到 不问出身 上神所言极是 是孟章一夜掌目了 孟章掌门 神圆塔一会 穿越六界并非一世 天魔众来势汹汹 今日若我二位挺身而出 我天师门孔已遭大难 神子若落入天魔之手 人界被天魔攻破 也不过是时日问题 如此严重 神子的能力并非仅是神将 而是 是我多言了 月姑娘修行御灵之术 此物应能助你一臂之力 素文贵派善于御灵 御灵来自驯服之仙灵兽 这张仙兽志 记载了仙灵兽之藏身所在 这首卷所记载 却未明树门 曾驯化过的仙兽一族 太好了 能帮上月姑娘就好 就像我方才所言 天魔众多 谢谢您 晚辈 晚辈感激不尽 客气 不及二位今日的议程功劳 回去告诉爷爷 他一定很高兴 孟章掌门 可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 不必了 二位早些回去休息 养精蓄锐 叶元月姑娘 尽早寻得灵兽 如此良机 切无错过 到时也请上神 同为助力 自然 他修为提高 与我也有益处 那请上神收下这个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